跨年夜 上海外滩顺时峰值达到6.4万人 较去年跨年夜增长了近一倍 西安大唐福叶城迎来了20余万市民游客 成都都江燕荣创乐园居办了首届天府熊猫光影节 园区50万平方米璀璨灯海同步亮灯 贵州贵阳市天河潭景区 一场烟花光影水秀表演在元旦假期上演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综合数据显示 2023年元旦假期 全国游客出游热情稳步攀升 跨省游 长线游已有序恢复 城市周边游依然是这个假期旅游消费的首选 最热门景区主题为冰雪旅游 休闲娱乐 主题乐园 自然风光和海滨岛屿 文旅市场升温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推动 近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引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至2035年 提出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 新年一史 《求是》杂志在2023年第一期刊发中共深圳市委署名文章 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 勇当兼兵 其中 在稳增长方面提出 在扩大消费方面 聚焦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 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城市会展之都 与此同时 近期深圳市区两集推出政府补贴平台支持商户让利的组合促消费活动 大大激发了消费市场的活力 在新春期间 深圳市还组织各区发放超6亿元的消费券及福利补贴 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 强力释放消费需求 现在来连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 刘所长 作为疫情防控新事条发布后的首个远代假期 据您观察 深圳的文旅消费市场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呢 第一个特点是深圳近期出台的一些政策的效果非常明显 比如促进我们新能源 汽车 消费电子 旅游 文化市场 这些政策精准发力 取得了明显的一些效果 所以我们整个市场的消费的一些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消费的市场规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复苏的态势 第二个特点是深圳的创新的平台载体比较多 比如像我们的文博会 高教会 这些平台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就是深圳的创新的模式非常突出 实现了文化加我们的生活 文化加我们的消费 文化加创意 文化加科技 通过文化加的商业模式的创新 实现了深圳文化旅游消费市场很大的提升 那不能看出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几年大家的文旅消费需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抑制 那么接下来您认为深圳该如何更好地进行消费引导呢 首先是有一个政策的连贯性问题 因为疫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我们的恢复的周期和信心问题 还有一个周期的调整问题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策的连贯性保持一个继续的一个发力 第二个还是从供给车改革激发我们企业 鼓励企业提供更好的文化旅游消费产品 来满足市民的多元化 精准化 个性化的一些消费需求 第三个还是要发挥我们的平台的作用 包括我们的大型的一些区域的交易博览会 商圈消费活动 还有大型的一些美食节 马拉松这些赛事活动 为我们的文化消费创造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和消费平台 那么除了消费引导以外 要进一步地恢复文旅市场 您认为还需要如何从供给车和需求策发力 从供给车方面 我们要推动供给车的改革 通过长期性 系统性的一些改革 激发我们的活力 以供给车创造我们的文化需求 那么在消费端方面 我们要打破目前制约消费的一些读点和一些痛点问题 通过刺激消费 鼓励消费 然后营造更好的一些消费氛围来激发我们的消费的一些潜力 所以通过文化加消费 通过供给车加需求车的双重发力 能激发我们的文化旅游消费市场 那您认为深圳该如何在利用好既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那从而进一步地加快恢复文旅消费市场的生机和活力呢 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还是要发挥深圳平台的功能 拉大 深圳和周边区域以及世界的一些联动 包括大湾区的联合的消费 联合的旅游市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的一些空间 第二个 鼓励我们的科技创新企业和科技创新产品 能够发挥深圳在科技创新 电子信息领域的一些优势 满足市民及全国更大的一些旅游消费的产品的需求 第三个 要继续做好我们政策的一个引导作用 通过我们的文化加旅游 文化加科技 文化加创意 把文化加的模式进一步地深入和实施 让深圳的文化更加有活力 更加具有引领性 基金的罗大利亚